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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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欢迎收看时间密码 今天是礼拜五 台北股市跌了112点 目前最后一盘戳是戳132点 昨天涨的 昨天国际股市都跌 台北股市开低走高 我昨天跟大家讲过 昨天礼拜四从开低182点 一路拉上来 我说政府在放在 外资昨天继续卖164亿 政府在护盘 投信买了41亿 那政府在护盘 政府只是不想让这个盘 跌太凶 跌太深而已 并不代表行情就这样止住了 是不是 所以说随时都会再下来 晚间一开盘之后 早盘涨六七点之后 十点开始就杀盘了 就开西台啊 最多跌172点 今天亚洲股市也都跌 从昨天晚上美国股市跌 到今天亚洲股市南韩 也跌0.7% 日本跌200多点 大陆股市间也都跌 东南亚股市间也是跌 跌好啊 跌你才有机会捡便宜货嘛 对不对 你只要不要去抢短线的强势股 或者去追涨很高的股票 底部的股票打下来 放心的接 尤其半年报有好成绩的 这波修正会修正到什么时候 会修正到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紧接着选举行情就要开始接棒了喔 所以你可以一边打电话报名 一边听我的分析 礼拜六早上在台中 礼拜六下午在台北 这两场讲座我会告诉你 这一波的修正 会修正到什么时候 我在算时间周期很准的啦 那修正完之后紧接着 今年度的重点行情来了 三级行情 这次我要跟大家谈的是 除了时间以外 这次选举行情的主流股 第一个AI真教主 最近AI很红对不对 大家都在抢AI 今天AI股大跌 那AI真正受惠最大的是谁 而且相对都还没有涨到 真正的AI教主是谁 我在演讲会场上会告诉你 那第二个我会从半年报里面 收集大幅成长股价还在底部的 来跟大家谈 那第三个重点就是选举概念股 每逢遇到选举一定会涨的股票 这要选举概念股 所以这次演讲内容很精彩 你可以一边打电话报名 一边听我分析 那如果不知道报名专线的 等一下广告时间 记得打电话进来报名 昨天美国股市又跌 美国最近几乎是天天跌的 几乎天天跌 昨天道琼又跌290点 已经来到三万四千四百四十点了 那达克非常报道题都跌 我一直跟大家讲嘛 我时间都算好给你们看 美国股市至少跌三个礼拜 因为时间周期再走16天 17天的倍数周期 所以这次下来至少17天 17天就超过三个礼拜了嘛 对不对 你看我当时讲的时候 三万五千六百七十九 昨天已经到多少了 三万四千四百四十点 已经一千两百点了 已经一千两百点了 一千两百点就是跌到这里了 拌到这里了 已经跌到这个地方来了 那纳斯达克 纳斯达克我给大家看过啦 上升轨的上缘压力最大的地方 尤其背离讯号出来 这个都是预告要下跌的讯号 你看纳斯达克现在跌到哪里 一万三千三百零三 一万三千三百零三 大概就是跌到这里 大概拌一下跌到这里来了 那费成半好题 我也给大家看过 我都在第一时间提醒你的 一样在上升轨的上缘 出现背离 你看现在跌到多少 三四三七 三四三七大概拌一下 大概跌到这里来了 大概跌到这里来了 你看我都在第一时间提醒你 现在都跌到这里来了 美国股市要没拌完呢 才走一半而已 听到没有 只怕一半而已 所以美国还没走完 一样会影响台北股市 政府在护盘 只是不让它跌得太凶而已 所以政府在踩刹车 可是国际盘还是很弱 国际盘还在修正 所以台北股市 一样会震荡走低 到底会修正到什么时候 我演讲会上再来告诉你们 演讲会场上再来告诉你们 所以这场演讲一定要来听 因为澳洲有大行情跌 澳洲有参加行情 那昨天美国股市主要在跌什么 我们来看 Lumina 这是做车用的商品 车用光达 光学雷达 Intel 跌2.8% Lumina 跌了6.5% AMD 跌了2.5% 这是美超围跌了3.8% 这都是AI的 NVIDIA 昨天跌了0.33% 所以昨天AI的股票走落 所以今天台北股市的部分 AI概念股也全部大跌 那特斯拉昨天又跌2.8% 再创新低219美元了 这次特斯拉真的跌得很夸张 从299财报发布完之后 一直跌一直跌 昨天剩下219 219在哪里 已经拔了一下 这里是225美元 对 已经拔了一下 大概已经快跌到三分之一了 所以跟大家讲过 第一时间我就跟大家讲了 电动车 险子不好摸 电动车暂时不要碰 因为电动车的行情就是 特斯拉在带头的嘛 那特斯拉还在修正 电动车都不可能会起来嘛 所以你看电动车的股票 他几乎一档一档 跌幅都蛮深的 你看我们台办 你在第一时间 一百块 九十八九十九 交货员撤退 所以任何股票 我带进都会带出 一百块跌夹 你看一百卖完之后 跌到剩76 那没有卖的话 是不是很可惜 我卖完之后 你要坐电动车 你再跟我一起坐 台北股市的部分也是一样 在第一时间我就提醒你了 价格走高指标走低 这个就是预告行情要回头 果然是不是下来了 今天又创新低 今天台北股市最低 今天最低来到一万六千三百四四点 昨天比较低 昨天是到一万六千两百点 已经下来一千两百点了 要不然结束了喔 这次修正何时结束 紧接着选举行情就要开始了喔 所以这个结束的时间点要注意 不然到时候你又下到了 行情要来 你反而不敢买 错过行情就更可惜了喔 所以这段言钢一定要来听到可以 你看礼拜三台北股市开低走高 我就跟大家讲过 政府在华盘底的 那包含昨天也是政府在护盘 那政府在护盘只是一时的嘛 暂时不让行情跌得太凶嘛 可是国际股市还在修正没结束 所以你的操作我一直提醒你 不要去队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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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的股票买 不要看到强势 看到涨停就要追进去 这个就是兵家大忌啊 你看今天 AI的股票又重伤 唯影昨天涨停今天不就跌停了 对不对 资源昨天涨停今天打到快跌停啊 广达也是一样啊 昨天涨停 今天广达打到快跌停 那你去追强势股 很容易受伤嘛 对是不是很容易受伤 所以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 不要一直去队贯 一直去队贯小股 现阶段指数还在修正阶段 你去做那个动作很危险 追强势股 追高的股票 那个都很容易中奖啊 我先给大家看过 这一次半年报发布出来很惨 上半年上市的部分 减少了42% 衰退了42% 上柜衰退了23% 所以八成的股票 八成的公司 半年报都是衰退的 那半年到衰退 很多股价潮很高 那个修正起来会很厉害啊 修正起来会很恐怖啊 那你要从这里面去找什么 反而还逆势大成长 股价还没涨的 所以现阶段其实很好做啊 你要做多 可以找底部的GEO股 你要做空也可以啊 空高档的GX股 两边都可以做 两边都可以做的啊 对不对 我也做给你们看啊 你看上个礼拜一大涨152点 我卖神准315 卖完之后 前两天跌到280元 那紧接着空一拳 空顶天 空广民 空浮华 空金像电 而且连空两天 8月7号空 8月9号又空顶天 再空金像电 只买汉堂 汉堂 汉堂还逆势涨 对空完之后你看一拳 四十八康 下个存四十三 这样就10%了啊 空顶天 五十四块康 下个存四十六 然后下来说我们在礼拜四 顶天四十七块钱回补 有没有 补顶天 我带你进都会带你出 广民114空 跌到95 我们广民 97块钱回补 是不是都不在地点 金像电176空 下来跌到164 跌了十几块钱 我们金像电166回补 166回补 有没有带进带出 带你买我也会带你卖 带你放空我也会带你回补 对群联 我预估半年报会衰退八十几% 那股价400多 400多就可以空了 420空 425空 410空 康罗料 是不是下来了 下来388回补 上一个礼拜也 一张三万七 弹上来再空 空完之后下来 五天到再回补 397 这样来来回回做 对财报发布完之后 跌到剩下350几块钱 所以很多业绩很差的 股价人为因素炒太高的 半年报发布完之后 修正是一定会的啦 那做短空也可以啊 是不是 这个是单股周周发 你可以设定一部分资金 跟我做一个礼拜操作 短多一个礼拜 短空一个礼拜也都可以 周周结算 周周领周星 那搭配波段操作 效果会更灵活 你看慧阳也是啊 45 46买 一个礼拜到 47.3卖出 这样一个礼拜 5% 那伟拜啊 对不对 奇迹 礼拜五108买 108买完之后 隔天礼拜一116卖 这样是7% 拉回再买 隔天又大涨 大涨又卖 又9% 押回再买 台风天过完之后 又大涨又卖又7% 这样做就很顺嘛对不对 好的标的正确的标的 我们就来来回回走嘛 我们就来来回回走嘛 你看单股周周发 这个礼拜买这支股票 净值39 股价33 外支连买10天 最近外支是每天都 100多亿在卖出 反而一直加码这支股票 越买越多越买越多 中股票 随时有机会 去测39块钱的净值 这随便赚个8% 10% 都很容易达成 这支也是啊 半年报2.78 比去年成长5% 去年赚7.48 创历史新高 卖比才6倍而已 所以为什么人家外支一直买 外支在打安全牌 在买这种安全的股票 那外支在买这种安全型的股票 我们就跟他一起做五天的短线嘛 是不是 这个单股周周发 一个礼拜短线操作 短多也可以 短空也可以 周周结算 周周领周星 然后搭配破担的操作 让报酬率更高 我推荐的股票 做多的 绝对都是业绩最好的 绝对都是业绩最好的 我不会让你去买投机股跟基X股 这一点你放心 你看我买的股票 绝对都是业绩最好 价格还很低的时候 那今天行情 最后 大盘跌135点 今天你如果去 一开盘就买 很容易就套到嘛 对不对 我都要求 不要买到 要买对 我们今天要做什么 你看喔 我们今天 空台药 130元 126130 再空 那为什么空台药 台药半年报台五毛钱而已 只有五角银而已 股价一百三十几元 只有炒太高了嘛 对不对 1301260 1301260 1301260 空完之后是不是跌到 118 虽然拌到188块 这样放下去 也是会贪钱啊 对不对 也是可以赚钱啊 也是可以操作啊 所以说现阶段多空都可以做 对 空恒大 恒大做什么 恒大做拉链的 那做拉链的 股价涨到七十几块钱 半年报只有五角银而已 所以也太厉害了 是不是下来了 太厉害了 康书 空五十六 五零点六五十一 对 康书半年报也只有两毛钱而已 拉高再空 扭起来再康 是不是下来了 所以你可以找这种 半年报很差 股价炒太高的 五天短空操作 也是可以啊 股票市场本来就是多空 你都要很熟练嘛 做多可以啊 怎么不可以 下来买底部GEO股嘛 从半年报里面 去找 业绩很好 股价还在底部的 你看我们在布局 旱唐 220买旱唐 大盘跌了一千点 一千两百点 大盘跌了一千两百点 旱唐是逆市涨的 漢唐我也给大家看过啦 昨天跟大家谈过 无城市 是去年跟今年少数 持续大成长高获利的公司 而且平均很低 平均都只有八倍到十倍而已 像中股票有回 买都放心啦 都不用怕的 还有哪些股票 这些也是啊 你看这家公司 半年报成长119% 全年看9块钱 去年是3.9 今年上看9块钱 成长一倍多 那股价涨了47天之后 最近已经连跌三个月了 已经连半三个月了 这个最后两天的时间 会反转喔 第47天就要这两天 这支什么股票 我待在演讲会中就跟你说 这支也是啊 半年报就赚一个股本 全年估计会赚超过两个股本 那平均才七倍而已 而且你看它时间 19天 35天 37天是不是19天的一倍 又是35天 又是36天 这是下来38天 所以它每个波段大概都在走 35到38天的时间 那时间到又出现底部背离 我跟大家说这支我们去的 这支我们去的 这支什么股票 我演讲会中就跟你说 等一下广告时间 大家进来报名 礼拜六早上台中 下午台北的讲座 我会告诉你 这波修正到什么时候结束 紧接着 选举行情正式开始 大家进来 这段广告秀说马上回来 3 3 5 5 6 5 6 5 5 非凡商业台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掌握未来 我们立足台湾放眼世界 每个数字的跳动都是金流 人生每一步都是投资决定 与非凡商业台并肩作战 才能看得更远 锁定非凡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掌握未来 锁定非凡商业台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我们立足台湾放眼世界 欢迎我在信场 你们一边打电话报名 一边听我的分析 礼拜六早上在台中 下午在台北 这场讲座我要告诉你们 这一波的修正 会修正到什么时候结束 紧接着 今年最重要选举行情 跌后不要开始了 这次的选举行情里面 哪些股票是重点股 真正的AI教主是谁 AI最大受惠的公司 而且涨幅还相对落后的 我会告诉你 有些AI股票已经炒过头了 那种炒过头你再去追也没意义了 你要买真正的教主 真正收惠最大要不去 然后同时从半年报里面 帮大家挑出半年报大成长 股价还在底部的公司 然后同时每次选举 都一定会涨的股票 所以这次演讲内容很精彩很充分 你可以一边打电话报名 一边继续听我讲 这次半年报 上市有42%的衰退 获利少42%很夸张啊 上柜衰退了23% 所以很多股票很多公司 今年业绩真的是不好看 那有的潮很高的 股价一定会修正 那如果还有完全没有涨 获利还高成长的 那种股票后面就一定会大涨 你从半年报里面去找 赚大钱 要不然会弃的股票 不要再去对管啊 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 会买底部 你要赚个30% 50% 都很容易达成 不然来找林和宴 我带你进也会带你出 带你放空也会带你回补 利用现在 如果你没有办法来参加赢奖的话 利用目前的活动 我们一起来合作 我们一起来合作 我们多空双上都会做 而且带进也都会带出 你看今天大盘跌135点 对不对 我们今天带会员空支股票 台要130126空 空完之后当天跌到118了 短空也可以啊 三天五天也可以嘛 对不对 无城市是少数 半年报大幅成长了 去年已经高成长了 今年还是维持大成长 你看汉唐成长69% 帆宣成长70% 亚翔成长86% 那股价相对都没有涨到 本一比才八倍而已 你看我们220买的 买完之后大盘 买完之后大盘跌了1000点 我们买完之后大盘跌了12点 汉唐反而是逆势涨的 你要挑是不是挑中股票 汉唐 今年每股获利26到28块 跑不掉 那手中还有未入账的金额 高达600亿 600亿有多少 420亿的营收 就能够有21 21块钱 那600亿 所以后面 已经接到订单还没入账的EPS 至少30块钱以上啊 所以这种股票有买的都是要求的 这支三个股票 我演讲会上就跟你说 半年报成长119% 去年3.9% 今年会上看9块钱 获利成长1.5倍 那股价最近已经跌很深了 这波涨4-7天 最后两天 下礼拜一礼拜二 就是最后的买进时机 我演讲会上来就跟你说 这支一定上去的啦 这支一定上去的 百分之百一定涨的 因为出现贝离了 一波比一波低 反正一波比一波高 我最喜欢找这种贝离的讯号 你看大盘也是贝离 最近是不是跌了一天多点 那支支股票是底部的贝离 而且时间点的部分 19天 37天一倍 35天 36天 38天 尤其赚一个股本 今年赚两个股本 北米才七倍而已 这些演讲会上跟你说 打算进来报名 礼拜六早上台中 下午台北的讲座 最后祝您操作顺利